六岁以下的小小孩或许也即将有新冠疫苗可以接种 莫德纳28号已经正式向美国食药局FDA申请紧急授权 美国食药局最快会在一个月到六个星期之内给出答案 若是顺利过关将成为全球第一款六岁以下幼儿可以打的新冠疫苗 接种剂量会是成人的四分之一 目前美国可以施打新冠疫苗的最低年龄是五到十一岁 但其中目前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完整接种 莫德纳和辉瑞等两大药厂持续研发应用同疫苗 莫德纳的数据显示Omicron来势汹汹的情况下 施打两剂莫德纳对六个月到两岁的幼儿来说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保护力 对两到五岁的孩童保护力也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七 病毒虽然持续变种 疫苗还是有效的防疫精盾牌 日本先台市又发现新的Omicron亚型变异株 是BA.1与BA.2的混合重组 确诊者属于轻症 在家疗养后已经康复 而新亚型病毒的传染力还有待研究 虽然病毒持续变种 但韩联社报道选择迈向共存的南韩 下个星期开始就会解除户外口罩令 入境也有望以快筛代替PCR 北欧丹麦更是独步全球 成为第一个不再要求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 丹麦境内超过七成的人口感染过病毒 群体免疫相当高 也有八成人口打过疫苗 因此选择抛下口罩和疫苗护照 全面恢复正常生活 新新闻 热银网竹银报道